都是我的错,我一直没告诉你,其实我爸是土地局的局长,他或许能有办法帮你一把。 茗玉说完后,心情忐忑地看了一眼穆志军。 茗玉一直没跟穆志军说过自己的父母,他本来只是想试探一下穆志军,看他是不是真心实意地喜欢自己的。 没想到,穆志军在不知道他家情况的条件下还是对他那么好。 所以茗玉现在坦白出来后,生怕穆志军生气,怪自己欺骗他。 这个傻姑娘,穆志军从知道茗玉家有电话,还有送茗玉回家看到他家房子后,就已经猜到茗玉家庭背景肯定不简单了。 然后稍加打听,就知道了茗玉父亲的工作,不然就凭茗玉的样貌,怎么能引来穆志军这么热气的追求? 茗玉,真没想到,你是有钱人家的孩子,我,我配不上你。 志军,你这说的什么话,我是真心想跟你在一起的。 茗玉听到了穆志军的话后,不由得眼眶一红。 茗玉,是我不会说话,你别生气,我知道你对我的心意,可是你现在去找你爸,准备怎么介绍我呀? 你爸看我是个穷小子,指不定都不会让我们在一起。 那,那你说怎么办呀? 茗玉着急地问道,如果我和你成了一家人,那就好办了。 穆志军一边说,一边看着茗玉。 茗玉瞬间脸红了起来,半天才坑坑叱叱地说道,咱们才认识不到一个月。 以前两个人没见过面都能结婚一辈子,难道你不想嫁给我吗? 穆志军焦急地问道,我,我愿意。 茗玉瞬的头都低了下来。 那我等你的好消息。 穆志军大喜过望,他抱着茗玉,紧了一下他的脸。 这时穆志军的美梦很快就被打破了。 一群七八岁的小男孩小姑娘,出现在白寡妇窗前。 此时,穆志军和白寡妇正裸露的身体,在做着不可描述的动作。 小姑娘们急急地发出一声尖叫各自散开,而小男孩们却围在床边起哄。 白寡妇也尖叫一声后,马上从上面下来,扯着被子就把自己裹在被窝里。 穆志军则是怒吼了一声,急忙赶他们出去。 不料,这却引来更大的哄笑。 半大的小孩对于男女知识都是一知半解,但是又特别好奇,这会儿有人就已经喊出来了。 志军哥,你刚才在做啥呢? 穆志军听到这些孩子们的话,赶紧扯着衣服去往身上套。 只是还没等他穿好裤子,刚才跑出去的那群小姑娘就带着自己的爹娘涌了进来。 屋子里顿时被挤得水泄不通,大家看到这个架势,什么都明白了。 好你个穆志军,要脸不要脸,孩子们都被你们教坏了。 其中一个当娘的破口大骂,真没想到,穆志军你是这样的人,难怪到现在还不说媳妇,原来是跟这个白寡妇鬼混。 好好的大姑娘不要,专检臭狗屎当宝贝。 娘,刚才他们在打架,白婶婶压在志军哥哥身上打呢。 就是的,志军哥怎么那么怂,被白婶婶打得求饶。 孩子们无所顾忌的话,让所有在场的人都扫了起来。 没你们什么事,都出去玩去。 汪家嫂子将屋子里的孩子们全部轰着出去了。 把他们两个带去见村支书去,有人喊了出来。 对,让穆生来看看,他养的好儿子。 穆志军趁乱穿好衣服,这会儿才直起身子,大声呵斥道。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? 我们一个未婚,一个守寡,我们又没犯罪。 反而是你们,私闯民宅,我要去公安局报案。 我们还要去平林,你们带坏孩子呢。 是这群孩子忽然闯进来,又不是我们让他们进来的。 你们不看好自己的孩子,还让他们乱闯进别人家里,关我们什么事。 穆志军说的也的确有道理,一时间大家都不吭声了。 平日里,基于白寡妇的那些男人,这会儿也用放肆的目光盯着白寡妇藏在被窝里的身体。 内目光,仿佛能透过厚厚的棉被,看光白寡妇的身体似的。 白寡妇在被窝里一动都不敢动。 还不赶紧出去。 穆志军赶着大伙儿到了外面,把门拴上。 虽然乡亲们把穆志军和白寡妇骂得狗血淋头, 可是也不得不承认穆志军说的,现在他俩混在一起,的确不关别人的事。 走,去找穆生,他儿子四处鬼混咱们管不了,但是别把大伙儿的孩子给带坏了。 就是就是,走,找穆生去。 大家相拥着向穆生家走去,一路上有不知情的乡亲们看到浩荡的人群都会好奇地问上几句, 然后再加入队伍中去穆家看好戏去。 志军,这怎么办呀,我名声早就不好了,是我连累了你。 白寡妇羞愧难当,他哭得梨花带雨。 这几日,你就在家中哪儿也不要去,我先回家了。 穆志军这会儿心里也是乱糟糟的,他匆匆交代了一下,就赶紧回家去了。 穆秀和穆小草躲在白寡妇家的门外,等着看着穆志军离开之后,俩人这才笑着走了出来。 哼,这穆志军的名声算是臭了,我看还有哪家愿意把姑娘嫁过来。 穆小草想起刚才穆志军那个熊样,就心情舒畅。 走,我们去穆家看看热闹,痛打落水狗去。 穆秀摸了摸口袋,是时候拆穿穆志军了。 原来,穆小草和穆秀自从穆志军遇到名誉之后,他俩就开始谋划怎么搞坏穆志军的名声。 终于,今天被俩人看到穆志军大白天又进了白寡妇的家中。 等了片刻,看到穆志军没有再出来,穆秀和穆小草就赶紧到村里孩子们经常玩耍的地方,在地上放了一块糖。 不一会儿,就有一个孩子看到了糖果,就这样,这群孩子就开始四处寻找。 穆秀沿着去白寡妇家的路上都放了糖,就这样,一步一步地将孩子们引了过去。 穆小草翻墙进了院中,将门栓打开,于是就出现了刚才那一幕。 穆秀沿着穆小草选择白天,也只是想让大家知道穆志军和白寡妇鬼混的事,却没想到这两个人这样迫不及待,就这一会儿功夫已经开始坦诚相对了。